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置可能需要设置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当中搜索谷歌应用商店 第一个就是谷歌应用商店 我们点进去 我们搜索一个钱包MateMath 好 我们检索到的第一个就是以太坊的浏览器插件 我们把它打开 在右边可以添加到浏览器 你需要把它添加 然后点添加就可以了 添加到扩展程序 好 我们添加成功之后 它会出现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继续 继续之后它出现两个界面 左边这个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钱包 你需要重新把你的钱包恢复 而右边是你没有钱包 你需要创建一个新的钱包 因为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演示 创建一个新的钱包 我们点右边这个 OK 点击我同意 好 来到这个界面 你需要创建一个密码 一定要注意你的密码 你一定要寄到你的本子里头 不要寄到你的电脑桌面或者是便签 你需要寄到你的实体的本子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才是最安全 好 我们勾线同意 它会出现一个视频 那无所谓了 你点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之后 这有一个锁 你需要点一下这个锁 OK 点开 这一溜英文的东西 你也需要寄到你的本子里头 因为这是你的一个恢复的密 如果这个东西泄露了 你所有的东西都会不见 因为我是创建的新的账号 这个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不用 我们点下一步 OK 第二步是验证你刚刚的密码 刚刚的密码你需要按照它的顺序 如果它是第一个单词 是第一个呢 你就先点第一个 然后点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之后你再继续 你的钱包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因为我是也是这里 我就不用创建了 然后创建成功之后 它会来到一个这样的界面 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这时候你只需要用手机把它扫描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钱包的APP 下载到你的手机里头了 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 你用的是iPhone呢 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国外的ID才可以 你需要切换一下地区 如果你是安卓的话 因为我手里头没有安卓的手机 而且我的安卓的手机是谷歌的 所以我是可以直接下载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安卓手机呢 我不太清楚会出现什么情况 所以你可能需要尝试一下 OK 我们的钱包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因为我是创建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钱的 我们这一步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商店 需要创建一个商店 你需要来到这个网站 如果你也是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话 你的网络设置也需要设置一下 好了 我们先创建一个账号 第一个是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随便写无所谓了 第二个是email地址 第三个呢 是你把email地址重新填写一遍 它是要确认你的email 它会给你发送验证码 然后这个passport 也就是你的密码 你需要有大小写 有字母 有英文 然后点击同意 同意就OK了 因为我已经有账号了 所以我就不创建了 我们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我们的作品 我们点左边 这个第一个按键就是 OK 点开之后 它有两个选项 左边这个是 你已经原来上传的作品 这个你不需要去管 我们现在是要创建一个新的 我们点右手边这个 点开之后 你看右边有一个easy 有两个选项 有两个选项 左边这个选项 它是一个类似于专业的这么一种形式 它是有一定手续费的 我们需要选择easy 就是把这个按键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再点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手续费了 因为我们的钱包里头 本来就没有钱 对不对 我们点开之后 它可能会出现这个界面 我们把它点开 它因为它需要连接你的钱包 你有了商店 还要需要你连接你的钱包 如果你的作品卖出去之后 它需要把钱打到你的钱包里头的 因为我已经是关联过了 所以这个它重新再关联一次 那好 连接钱包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我们需要出售NFT的作品的一个详细信息 它这里有一个分类 比如说艺术品 模板 video 游戏周边 音乐 等等 因为我出售的是一张照片 所以我点艺术品 对吧 这里抬头就可以随便写了 死鬼 这里也是死鬼 好 下边是我们要添加的一个文件 你找到我们这张照片 因为我是第一张照片 我打开 好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它给添加了 如果你是添加的是其他的 它有可能是让你上传两个 比方说让你上传一个缩列图 第二个让你上传一个原文件 好吧 这里根据你的情况去具体的操作 你看它让你上传原文件 你可以是video 可以是照片 可以是一个压缩包 第一个呢 是让你上传一个缩列图 你是要显示让人家第一眼看到你上传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 你也可以做一个封面 当然你的这个封面一定要有绝对的版权啊 你第二个最后边这个呢 是你上传的原文件 你对你的原文件也要有绝对的版权 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上传 因为它你上传之后 它会对全网做一个检索 它会检测 其他人是不是也在用这张照片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可能考虑给了张三 张三也一直在用左头像 它可能就检索出来 那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呢 所以你上传的东西一定是有绝对版权的 因为我的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我肯定是有绝对的版权 我也没有传给别人 好我们再把它打开 然后这里面呢是一个描述栏 你可以对你的作品呢 添加一个详细的描述 这里可以添加视频等等 或者是链接 那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我们把这个版权给它勾选上 OK 来到最下边就是关键的了 我们需要出售的是价格 因为它这里显示的是USD 也是美金 如果你可以用这个以太坊的钱币也可以 把它勾选上 现在显示就是以太坊的钱 然后把它打过来 就是显示的是美金 然后我出售一美金 你可以自己选 然后它跟你换算成以太坊是零点 这个好几个零了 反正不管它了 然后我们点创建列表 点创建列表 这是什么原因 它已经对你的这个照圈 已经开始做了检索了 让我们看一下 OK 第一个照片是什么 它检索到了我的照片 等等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原照片 这个是我拍的原照片 它检索到了照片 好像跟这个有所类似 它给了一个警告 好 那些警告 我们就不用管了 因为它本来也不是我的 我们点 点击提交之后 它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OK 提交之后 它会有一个交易提醒 它会向你的区块链 发送一个交易链接 应该是证明你的这个钱包 跟它的这个是相沟通的 所以你点继续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点登录你的钱包 就行了 这时候 OK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们点击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OK 我们点击查看我们的项目之后 会来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作品呢 已经在这儿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它对这个作品 其实官方还是挺负责的 对这个作品做了一个检索 它会告诉你有跟它相匹配 或者相类似的照片 就是刚刚我们查看那几个照片 有类似 但是你通过人工的审核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这个可以证明是我们这个 绝对是独家拥有版权的 所以我们这个艺术品呢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好了 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艺术品 拍卖出价格 这应该很很贵了吧 这么多钱 哇 这只猴子要24美元 我觉得可以直接报警了吧 这个你明明是抢劫吗 这是好了 这期节目就介绍到这儿了 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 首先呢 第一步呢 你需要创建这个钱包 创建钱包之后呢 你的密码一定要记在你的本子里头 不要记在电脑里头 好吧 创建完钱包之后 第二个你去创建你的商店 就是这个了 你去创建你的商店 创建完商店之后 他会把你的商店和你的钱包呢 做一个链接 链接你 你是一个绑定的行为 绑定好之后呢 你需要上传你的作品 上传你的作品呢 你作品呢 需要满足以下这几个条件 第一呢 你绝对绝对拥有独家的版权 因为如果你拿的其他人家的版权 你去上传 这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个呢 是你的作品 从艺术角度这块 我没有什么可指教 我觉得他们做的好像没给我做的好 第三个呢 就是你上传完之后 他会给你的这个钱包呢 做一个交易的验证 那个是必须得验证的 他已经证明 他要证明那个钱包是你的 所以呢 做完验证之后 你就上传成功了 上传成功之后 就等着人 就看你走不走 股市员了 等着人来买 如果你卖出去了 那你的钱包里头 就有了这个相应的钱了 因为可以做NFT 作品的这个途径呢 有很多 我争取呢 再出一期视频 好吗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大家有疑问呢 给我留言 如果看到这儿呢 希望你可以点赞关注 好吧 我们会近期再出一些其他的视频 拜拜